總共會有那個 五個按鈕 分別就是樂透彩 樂透彩就是自動把公式填到 指定的BCDE 這四個欄位 自動幫我把結果給帶出來 當然最快的方法 就是把公式丟進去就好了 其實不是只能一次丟一欄 你一次可以丟 非常多欄 這邊有四欄 更多欄都可以 那其實哈 這個地方樂透彩呢 其實只要寫幾個 只要寫六行就好 一個迴圈嘛 然後中間的話就BCDE 所以加起來就六行程式就可以搞定了 那再來清除的話就個別清除 你可以每一個把它清掉 那格式化的話呢就是 這個所謂格式化就是利用那個 上個禮拜講的 不是設定格式化條件 我不要用VBA寫 那VBA寫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也是寫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2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做什麼 如果它的一欄排名 是小於等於7的 因為我要找那個 前七名的那個 就是把那個號碼部分 幫我填一個顏色 然後呢清除格式的話 就再把那個格式給清空 最後呢因為我希望最簡單是 按下前七名呢 自動把它的排名前七名的號碼 幫我從A欄裡面呢 抓到這個F欄裡面 OK那所以請各位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開啟那個 上個禮拜我們做到的這個範例 然後呢我們第一個VBA 所以我們就是要先找到 我們的公式裡面 這邊公式呢基本上 我只要把 如果我今天熱透彩 第一個當然 我就在開發人員裡面呢 Visio Basic 打開之後的話呢 當然再來我們在裡面 按右鍵 先新增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呢 那我們因為將來要希望 按下一個按鈕 按鈕名稱的話呢 叫做熱透彩 所以插入一個程序好了 程序名稱的話呢 是一個sub啦 叫熱透彩 然後按個確定 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其實呢 因為我希望把 這幾個公式 分別丟到這幾個欄 所以其實我要寫的方法 當然第一個 一樣寫什麼 寫for回圈 所以 for i 等於 第幾列呢 第二列 到 向下追蹤好了 其實雖然說 我知道43 可是還是盡量 用那個向下追蹤練習一下 因為向下追蹤 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就用Range 刮弧 那我追蹤的話呢 我可以什麼 從那個 哪一個儲存格呢 從A2好了 向下幫我追蹤 那向下追蹤的話 就點end 向下追蹤 那XLDOWN 再來就是什麼 抓到的LEAR 向下追蹤 抓到的LEAR 所以要打一個ROSE OK 那向下追蹤就完成了 然後 Enter兩下再打一個NAS 這表示什麼呢 我今天喔 要輸出的範圍先界定好 再來的話呢 把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 那丟到哪些儲存格 BCDE都要 所以呢 我今天呢 我就打一個 因為丟的寫前面喔 所以在前面寫一個Sales 我要丟到哪裡呢 丟到ILEAR的B欄裡面 ILEAR的B欄裡面 然後要丟什麼東西呢 丟等於先給它兩個雙引號 先給空的 其實這就清楚啦 但是不是清楚喔 我是要把那個公式 放在這個雙引號裡面 所以呢 我就直接怎麼樣 找到B欄的公式 找第一個喔 第一個再切第二個 其實你可以切換過程當中喔 你會發現呢 如果它有變動的 A2變A3的話 那其實喔 這個A2 A3 其實就要把它改成I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再來就把公式 直接複製 直接複製之後的話呢 取消 取消之後的話呢 再來什麼 直接貼到那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的話就 前面有講過啦 把公式放在 那個儲存格裡面 讓它執行 那 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全部都是抓A2 A2的話就1號 那全部都變 統計1號 不對啊 我要統計2號 統計3號 所以呢請你把那個 2的部分喔 就把它什麼 雙1號雙1號 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喔 中間加空白 這個前面講過嘛 就是把那個 2的部分喔 變成列號 那這樣的話它就輸出了 那以此類推喔 以後的部分呢 還有什麼 還有C B欄 C欄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直接把這一行喔 我的習慣是貼上 啊 其實你會發現喔 這個部分差別只有 101變102 所以把101變102 C欄的資料呢 那這邊 再把這個欄數有沒有 改成C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統計那個 D欄 再來就是E欄 所以其實 如果你有很多欄 那分別你就什麼 把這邊改一下 分別改成 BCDE OK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一樣 再把這個公式喔 把它複製起來 貼過去 你看一下 就是 你會發現 點下一個之後 你會發現 2變3 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 B2 B3 這邊要把它改成I OK 那一樣的方法 我們把這個 B2 這個公式 放在雙引號裡面 就是D欄要的公式 那它貼上的話呢 是一個B2 到 C2 那我就把這邊 改成I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因為剛剛有那個 雙引號雙引號 那如果已經做過對不對 你比較聰明的做法怎麼樣 複製就好了 不過特別注意喔 複製雖然快喔 可是很容易出錯 你要記得喔 那個 其實有時候做錯沒關係 影片再看過一遍 保證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 這東西喔 真的就是細節問題啦 細節如果對喔 真的就對了 所以寫程式喔 如果你都注意細節 真的要寫錯也很困難 不過就是要注意細節喔 那個tempo要抓到喔 OK 你不要亂寫亂改喔 看到很多人學程式喔 學不好都是因為 很心浮氣躁 然後呢 最後就亂寫亂改 然後最後 也改到亂七八糟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快要瘋掉了 OK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對的事情真的做一次就對了 不用說一直試亂試啦 OK 然後最後後面這個 這個二特別注意喔 因為它是在這個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不用串兩邊 只要串 什麼呢 串它的那個 右邊的就好了 OK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喔 想說那個二是不是也要 來跟剛剛一樣 其實不是喔 如果你是串最右邊的話 只要把二delete掉 然後呢 串的話就是end end 一個i就可以了 只要串什麼呢 欸 特別注意喔 只要是串它的 這個 左邊的部分就好了 因為它後面沒有東西了 後面沒東西你幹嘛串 就像那個火車啦 火車後面已經沒有東西 你再加一個end的符號 它跟誰串 沒有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其實只要串單邊就好了 OK 串前面就好了 但是我發現喔 之前這個 這個詢問度非常高 很多同學喔 習慣那個串兩邊 突然串單邊 它有點轉不過來 應該可以看得懂吧 end 一個i 那i 跟它串的時候呢 一樣會先 遇到end 會先轉換啦 本來這個i裡面 假設2的話 它一樣會先 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2 變成 本來數字2 變成 遇到end的符號 就會自動變成自串 那自串呢 再把這個2呢 串到這個c2的後面 這個叫自串 為什麼叫自串呢 其實就是串串串串的概念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完成了那個 D欄 可以 但是問題是 有點是好像 你今天明明沒有載東西 你後面多個車這樣幹嘛 對不對 也可以啊 你說像我同學這樣end 然後呢 再加這樣子 這樣子啊 啊 等於說後面串一個什麼 end一個空的 那end一個空的好像 沒大意義啦 啊 當然你這樣做也不會錯 只是 看起來就覺得 好像有點多餘啦 OK 但是如果你也串 不會錯 所以你實在做不出來 沒關係啦 先串嘛 反正第一個先求 做出來沒有錯 第二個的話呢 再求 真的可以做到 盡善盡美 不過這東西其實 沒辦法一下盡善盡美啦 但是你可以階段性的 像我的習慣 先把程式先做出來 問題先解決 那之後有時間的話 再慢慢去想 那有些問題 不可能馬上想出答案 像我的習慣啊 想不出來算了 就記得有這個問題 等到哪一天 欸真的呢 這個靈光乍現呢 一下子真的都通了 可是呢 有時候可能是幾天 幾個月 甚至幾年之後 有些問題現在太難喔 我就把它放在心裡面 一直想 像最早我剛開始學程式的時候 那個回圈喔 真的剛開始完全不能接受 跟那個 我的大腦是完全排斥的 那就一直跟他 嗯 就是慢慢放在心 那我就想說 不可能不會啦 所以一直就把它放在心上 慢慢慢慢 欸 中後有一天突然就通了 喔 我後來發現通的原因是 因為我一直不斷練習啊 就是要練習 因為你不能放在腦袋裡面 腦袋裡面就空轉 喔 空轉就跟你那個開車一樣 只有N檔有沒有 你一直踩油門幹嘛 可能他聲音很大聲 但是不會跑 那你要打到D檔嘛 D檔就跟你練習一樣 你要Do嘛 你要做一點事情 好 你就會動了啦 真的 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 你們一定要做練習 就是你做了你就會了 說真的 這東西其實 我覺得最大的 最大的重點應該是 就是花一點時間實做 然後呢 把一個問題給克服了 你那個就會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最後還有依覽 依覽一樣嘛 就是把排名這邊喔 RANK 那一樣嘛 你往下看 只有那個 這個D2變D3 所以一樣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然後再取消喔 記得喔 這個動作很重要喔 動作不用做多啦 但是就是要做正確 然後就是把公式一樣貼到雙引號裡面 因為這個 他最難的地方就是那個 符號跟符號喔 一定要知道一定是雙引號裡面 之前好像有同學忘了等號啦 因為想說這邊不用等號嗎 他就很 他就很 想說自己覺得應該不用等號 那你輸出 發現不行 因為你沒有等號 丟進去他不會執行啦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2 變成I 那因為上面已經有I 就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然後就把它直接貼到這個2 把它蓋過去 好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再來寫一個什麼呢 寫一個樂透彩清除好了 清除的話呢 就把上面這一段複製了 再把它貼上 貼到底下 這個加兩個字叫樂透彩清除 清除 然後清除其實非常簡單嘛 就是把這裡面的公式把它清掉 只留下什麼呢 只留下兩個雙引號就OK啦 其實雙引號意思就是把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都幫我清空就可以了 所以我這邊的話呢 其實只要留下兩個雙引號 就表示清空了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先跑跑看 那我們先試一下 清空看看會不會清空呢 把它移到那個右邊之後呢 先執行樂透彩清除 執行 OK 全部清空了 然後呢 再來去執行它 再來執行 有不要放樂透彩這個sub 按執行 輸出了 看起來應該是 結果應該是沒問題 那就完成前兩個按鈕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那剛剛這個範例 那我是覺得 並不困難啦 但是很好用 以後的話呢 你有很多 就是已經寫好的公式 你要快速的把結果 丟到儲存格裡面 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情 但是這個有個缺點啦 缺點就是說 你丟的都是公式 那公式基本上都很冗長 那冗長的結果 就第一個 檔案會變大 所以如果你一個工作表 兩個都用丟公式的話 它檔案會 突然間會變得越來越大 那第二個的話 它執行效率 可能會稍微差一點 所以如果說可以的話 你也可以想想看喔 不要用丟公式的 直接怎麼樣 在VBA裡面做完之後呢 再輸出結果 不過呢 在VBA裡面做完再輸出結果 你可能要學會什麼 第一個 找到VBA裡面對應的函數喔 如果VBA裡面沒有對應的函數 你可能就要用那個 我們之前講過的 直接調用那個VBA 用VBA調用Excel裡面的函數 這樣子就可以做出來結果 不過難度一定是比這個 來的困難很多 但也許你可以階段性的 剛開始呢 如果你要自動化 這個方法我想是最簡單的 那再來如果你 慢慢有比較有心得的話 那你再漸進的 再往上 把可能的VBA寫法寫出來 如果實在寫不出來 你就暫時先用這個方法 OK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待會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要格式化 那格式化不是用 那個上個禮拜用的 設定格式化條件喔 而是我希望用VBA來寫 按下它 讓它判斷呢 排名是前七名的 那前七名的話 邏輯一定是小於等於7 如果它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把A欄 加個底色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試一下喔